血糖高的人,多注意脚步,若有这两个表现,或是糖尿病正在靠近你,一个名叫齐大叔的50岁的图书管理员,齐大叔的日常工作是管理镇上的图书馆,一个充满了知识和宁静的地方,然而,他的个人生活却因健康问题变得并不那么平静,尽管齐大叔有着文静的外表和生活方式, 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健康的边缘,几个月前,齐大叔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症状,一开始是脚底感觉到轻微的刺痛感,尤其是在长时间站立后,他最初认为这可能只是穿了一双不合适的鞋子,或是站得太久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种疼痛感逐渐变得更加频繁, 并开始伴有脚趾的麻木感,在开始仔细观察这些症状后,齐大叔发现他的脚趾间偶尔会有轻微的肿胀,而且他的脚趾间变得异常冷,无论室内温度如何,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图书馆的一位访客提到他的父亲也有类似的脚步问题,最终被诊断为糖尿病, 这让齐大叔意识到,他可能需要更认真地对待这些症状,于是他准备去医院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了,检查结果出乎齐大叔的预料,他的血糖水平远高于正常范围,这直接指向了糖尿病前期的诊断, 医生解释说,高血糖对神经的损害糖尿病神经病变可能是造成他脚步疼痛、麻木和温度感下降的原因,这种类型的神经损伤在未经治疗的高血糖患者中是常见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如足部感染和溃疡,面对这样的诊断,齐大叔感到既惊讶又害怕, 他意识到,虽然图书馆的工作不是体力劳动,但长时间的久坐和缺乏运动也为他的健康问题埋下了隐患,此外,他也反思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尤其是高糖和高脂食物的频繁摄入,这无疑加剧了他的病情,从那天起,齐大叔开始重新评估和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觉得,要想改善健康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饮食方式和增加身体活动,这个变化不容易,但他知道,为了自己的健康,这是必须付出的努力 他开始计划制定一个行得通的计划,旨在通过适当的饮食和规律的锻炼来管理他的血糖水平,希望能够逆转或至少控制正在逼近的糖尿病 对于像齐大叔这样的高血糖患者,除了脚部的异常变化,还有其他多种身体症状需要警惕,因为这些症状可能预示着糖尿病的发展 高血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神经系统,还可能对视力,肾脏功能,心血管健康等造成重大影响 肾脏健康也是高血糖患者需要特别关注的,高血糖状态下,肾脏需要过滤更多的血液中的糖分 长期下来可能导致肾脏负担过重,发展为糖尿病肾病 这种情况下,患者可能会出现蛋白尿,夜间频繁排尿,腿部或脚踝肿胀等症状 这些症状初期可能不太明显,但随着病情的发展,会逐渐加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如何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饮食调整是最基本的一步 对于高血糖患者来说,选择低糖、高纤维的食物至关重要 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如整粒的穀物、豆类、蔬菜和水果 可以帮助缓解血糖的急速上升,同时也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 特别是对于高血糖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和足部检查 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的并发症并采取相应措施 管理糖尿病并防止其并发症不仅依赖于日常的生活方式调整和医疗检查 还需要对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关注 在饮食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一般建议外 特别注意食物的烹饪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优选蒸、炖、烤或生食方式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并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 对于高血糖患者而言,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适量的水分可以帮助维持血糖稳定 并有助于肾脏功能的正常运作 预防由于高血糖引起的脱水风险 患者应被鼓励参加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和支持计划 这些计划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疾病 学习必要的自我管理技能从而改善健康结果 一旦出现如脚部麻木、刺痛或疼痛等症状 应立即寻求医疗帮助以防止问题恶化 定期的足部检查可以及早发现问题 如足部感染或溃疡 这些情况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种饮食方式可以帮助平滑血糖曲线 防止饭后血糖急剧上升 确保每餐包含一定比例的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并延长饭后血糖的释放时间 加强对胰岛素反应的理解同样关键 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发展 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可能下降 这时候了解如何通过食物 运动和药物来调节胰岛素反应 显得尤为重要 在药物治疗方面 高血糖患者应与医生密切合作 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药物种类和剂量 随着研究的进展 越来越多针对糖尿病的新药被开发出来 这些新药不仅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有的还具有保护心脏和肾脏的双重效果 通过记录饮食 活动和血糖数据 患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哪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有效的 哪些可能需要调整 这种自我监测的习惯不仅有助于糖尿病的日常管理 也是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关键 通过这些综合性的管理策略 糖尿病患者不仅可以有效控制血糖 还可以提升整体健康 延缓或预防病情的进展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若不想腿脚因血糖出现以上问题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应坚持以下几点 一控制肥胖 肥胖者其代谢功能通常会降低 会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相关统计表明 肥胖的人比正常体重的人更容易患糖尿病 因此如果想要自身血糖更稳定 就一定要积极控制体重 二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 其实除了药物和饮食 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适当的运动在消耗体内能量的同时 更有助于控制血糖 研究表明适度的体育锻炼 有利于体内血糖的稳定 能增强体质及机体免疫力 同时也有利于胰岛细胞活力的恢复 通过以上阅读 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血糖身高 会在腿脚上有所体现 而在日常生活中 高血糖患者除要控制自身体重 并进行适当的运动之外 还应严格控制自身的饮食情况 尽量少吃一些会生糖的食物 如此才能够让血糖保持在较为平稳的状态 糖尿病足的症状 脚麻 这是糖尿病足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患者会感觉脚部麻木 刺痛 灼热等 甚至失去感觉 脚底发热由于血管病变 患者的脚部血液循环受阻 导致脚部温度升高 皮肤干燥 由于神经性病变 患者的皮肤汗腺功能减退 导致皮肤干燥 脱腺 伤口不易愈合 由于血管病变 患者的伤口愈合速度减慢 容易感染 足部变形 由于神经性病变 患者的足部肌肉萎缩 导致足部变形 糖尿病足的预防 控制血糖 这是预防糖尿病足最有效的措施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控制体重 戒烟戒酒 避免过度劳累 注意足部护理 每天用温水洗脚 并用保湿霜滋润皮肤 定期检查 定期去医院检查血糖和足部情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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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